人的相貌往往隐藏着他们的经历、心态和习惯。 相貌是内心世界的反应。 它记录着你经历的事,读过的书,爱过的人和走过的路。 相貌隐藏的第一个秘密就是心态。 有缘人,你可以通过对比自己不同年龄阶段的照片, 观察面容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你的心理状态。 有的人变得严肃,有的人变得慈祥,有人变得严厉,也有人变得和善。 有一句话叫,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容色,有容色必有婉容。 这说明了心态对相貌的影响。 第二个隐藏在相貌中的秘密是经历。 性格往往写在嘴角,幸福则藏在眼角。 你这些年有怎样的经历,都会通过你的言行举止透露出来。 那些经历丰富的人,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强大的气场。 而那些生活平淡无奇的人,一言一行都充满了抱怨。 第三个秘密是自律,经常锻炼的人面色红沦,精神抖擞。 而那些生活杂乱无虚的人,则常常两眼无神,容颜憔悴。 因此,越自律越能接近幸福。 相貌里藏着精力,实力里藏着努力,福报里藏着善良。 通过保持积极的心态,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自律的生活方式, 我们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外貌和内在素质,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在这个世界上,确实不存在真正的白手起家。 每个人的起点都是从零开始。 而我们所获得的一切财富、名誉、地位和幸福的婚姻,都与我们祖先的积累有关。 很多人认为自己的成功是由于聪明、奋斗和努力。 但这个世界上,聪明和努力的人有很多。 为什么他们中的有些人过得不如你呢? 《义经》中有句话叫积善之家必有余情。 这并不是说你这辈子做了好事就能立刻得到回报。 而是说你这一辈子的善行,会在你的后代甚至更远的后代得到好报。 因此我们不应该过于自负,认为自己的一切成就都是自己努力的成果。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每一份财富和智慧,都与我们祖先的积累有关。 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叫什么名字,要知道。 只有根深蒂固,才能知凡叶茂。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如何成为一个福德深厚的人。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福德深厚的人, 接下来的影片我建议你耐心看完, 它将对你接下来的人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所以请仔细聆听,老话说相有心生。 古人认为一个人的相貌,往往是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 果外貌的特征来推断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 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面相。 在古代传统的面相学里,通过一个人的面相可以了解他是否有福气。 例如天庭饱满,地格方圆,耳垂厚大,眉清目秀等特征, 都被用来形容有福气的人。 而尖嘴猴腮,眉短眼小,隐烫凹陷等特征, 则被用来形容那些没有福气的人。 人的脸被看作是一张风水图, 所做的善恶事都会在脸上的纹路和气色上表现出来。 例如阴德文就是指基因遗传后, 脸上所留下的痕迹。 如果一个人做了缺德事, 他的面相上也会留下相应的痕迹。 今天要说的俗语, 脸上阴德文, 福气进家门。 阴德文也被称为魏唐龙唐凤带, 指的是在一定年龄之后, 两眼下放的卧残部位可能会生出一些纹路, 也可能在天庭、眉角、印堂等部位显现。 这些纹路就是阴指纹。 如果阴指纹出现在眉毛上, 那就意味着由祖上的阴德庇佑, 是自己的祖辈在积德行善。 正如古人所说,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德行善的人家自然会浮起淫门, 同时后世子孙也会受到祖先的印币。 一个人如果做了很多善事, 这些善性的影响会逐渐在外貌上显现出来, 使得面相更加吉祥, 能够逢凶化吉, 遇难成乡, 得到上天的关照。 这些因得的影响力, 甚至无法用数字来衡量, 因为它们已经改变了命运, 使得原本可能朝向坏的方向发展的命运, 转向了好的一方面。 如果你经常行善, 眼下出现了阴德文, 这通常被视为增加福气, 延长寿命, 子孙贤贵的好兆头。 如果你经常行不善之事, 激发不善之心, 眼下可能会变得黑沉下险。 更严重的是, 如果眼下出现了坚文, 这可能意味着你的行为和思想, 会对子孙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明武宗正德初年, 安徽有一位名叫王善的商人, 当时他已经四十岁了, 但还没有孩子。 有一位擅长风水的算命先生, 以准确预测疾击凶祸福而闻名。 这位算命先生一见王善, 就忧愁地说他尚无子嗣, 并且预言他到了十月将有大灾厄。 王善深信这位算命先生的话, 急忙赶到苏州整理财物, 准备回家。 那时正值梅雨季节, 河水高涨无法坐船, 王善只好暂住在旅馆中。 一天晚上, 雨停后他到河边散步, 看见一位少傅投水自尽, 他急忙呼叫渔夫, 承诺就起少傅就给二十两金子。 许多渔船闻讯赶来, 成功就起了少傅。 王善给了渔夫承诺的奖金, 并询问少傅为何要投赫。 少傅解释说, 他丈夫外出做工, 家里养了一头猪, 准备用来偿还租金。 但昨天卖猪所得的却是假银子。 他担心丈夫责备生活困苦, 所以选择了自尽。 王善听后非常同情, 不仅给了他猪的价值, 还加倍救济了他。 少傅回家途中遇到丈夫, 将事情经过告诉了他。 丈夫起初感到怀疑, 但在太阳下山后, 夫妇俩来到王善住的地方, 王善已经关门睡觉, 丈夫让妻子敲门。 王善问是谁? 少傅回答是投水的夫人, 特来致谢。 王善严肃地说, 夜晚不宜相见, 让少傅明日带丈夫一起来, 这使得丈夫的疑惑消失。 他们夫妇一同向王善表示感谢后离去。 不久, 王善回到家乡, 再次遇到那位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惊讶地发现, 王善满脸因得稳, 说明他一定做了很大的善事。 算命先生告诉王善, 他不仅免去了灾厄, 而且福泽深厚。 后来王善果然连生三子, 其中两个儿子登科, 他自己也活到了九十八岁高龄。 太上感应篇中说, 祸福无门为人自兆, 善恶之暴如影随形。 这句话意味着, 一个人的祸福并不是无缘无辜的, 而是由自己的行为所召来的。 无论是做了亏心事还是善事, 脸上都会出现相应的温象。 虽然做了一点点亏心事或善事, 在脸上不会立刻明显表现出来, 但如果做了大坏事或大善事, 做了很多坏事或者很多善事, 脸上就会显现出来, 做坏事或善事的缺德文或者因德文, 主要在几个地方表现, 例如印堂, 即命功, 是反映一个人一生容哭的地方。 如果一个人做了亏心事, 或祖上师德或前世师德, 印堂上可能会出现一条玄真文。 这条玄真文上刻父母, 下刻妻儿, 有些人因为前世或今生做了亏心事, 印堂上会有这种玄真文。 这种文像不一定是刻死, 但往往会给父母和妻儿带来许多麻烦和不幸。 另外, 眼下被称为阴德功, 是主要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 从小眼下平满, 有光泽的人, 往往有好的德行和仙谷, 而从小就有眼带或黑眼圈, 或眼下下陷的人。 可能是因为仙天精气神不足, 身虚, 这种人要勤修德行, 清心寡欲, 广积阴德。 中医也认为, 眼下黑暗下, 先是严重的身亏, 慎主精气, 精气亏损会导致生活上的诸多不顺。 广积阴德做了很多善事的人, 眼下会出现一种或二重, 或三重细纹, 这些细纹系而有光泽, 被称为阴德纹, 一个人行善积福, 广力众生, 眼下就会出现这种纹路, 这种纹路被视为吉祥之兆, 代表着一个人内心的善良和所作的善行。 如果你经常行善, 眼下出现了阴德纹, 那这通常被视为吉祥之兆, 预示着增幅延寿, 子孙贤贵的好兆头, 阴德纹的出现, 说明你的善行已经在你的面相上留下了痕迹。 这是一种正面的反馈, 表明你的善良和善行正在积累, 最终会带来积极的结果。 如果你经常行不善之事, 激发不善之心, 眼下可能会变得黑沉下险, 这种面相的变化通常被视为不吉之兆, 表明你的行为和心态, 可能正在对你产生负面影响, 可能会导致生活中的困难和不顺。 更严重的是, 如果眼下出现了竖文, 这可能意味着你的行为和思想, 对个人和家族的影响更加深远和不利。 因此, 面相学中, 眼下的文物被视为判断一个人是否行善的重要标志, 也是判断其未来命运的一个参考。 如果一个人的面相特征 符合这些描述, 通常被视为吉祥之兆, 预示着长寿, 富贵和德行高尚, 例如, 如果一个人的脖子光亮, 喉轮打开, 那么无论年龄多大, 脖子都不会显得衰老, 这被视为青春常驻的标志。 法令文也是反映一个人德性的文像。 中年后出现的法令文, 如果法令入口, 可能意味着晚年可能会比较孤独。 然而, 这种文路是随着人的心态和行为而变化的。 行恶之人法令入口, 而行善之人则可以将法令文折入口, 变为贴口, 甚至延长至下巴。 这种法令称为寿戴, 是长寿和富贵的象征。 此外, 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 不悔不医, 晚年眉尾可能会生出几条特别长的眉毛。 这种眉毛被称为五彩眉, 是德高望重, 严年益寿的征兆, 耳内生毛也被视为长寿的大吉兆。 如果中老年人的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 这可能意味着性格急躁。 而如果头发从前额向后脱发, 则可能意味着德行欠缺。 因此, 当人们意识到这些特征时, 应该停止恶行, 行善积德, 以转变不利的命运。 面相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深奥的哲学。 面相不仅反映了一个人过去的经历和行为, 也预示着未来的命运和可能性。 通过面相, 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人是否通过行善或作恶改变了命运。 相貌是福报的一种体现, 它反映了一个人内心的善良和邪恶。 慈眉善目的人通常被视为心地善良, 因为他们内心充满了慈悲和善意。 这就是相由心生的道理。 一个人的相貌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他的福报和命运。 佛家和道家经典都告诉我们, 众生的相貌和行为都是自己内心所想和所行的结果。 心中所想和行为会塑造一个人的相貌。 无论是美丽还是丑陋, 都是自己内心的反应。 相貌不仅是一个人的外在特征, 也是他内心世界的表现。 老话讲,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这确实反映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 和对待事物的态度都是独特的。 因此每个人的相貌也是独一无二的。 一个人的内心所想和行为会通过他的相貌表现出来, 从而种下未来的因果。 一个人的吉凶祸福 往往可以通过面向上展现出来, 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 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相貌, 往往能够了解这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未来的命运。 佛教中有一句话乘于中而行于外, 意味着一个人的内心所思所想, 会通过他的行为和外貌表现出来, 表里决定一致。 佛教教教导人们修行就是要从起心动念初开始。 既然相貌是由心所变, 那么命运也可以通过修行和心态的改变而转变。 吉凶祸福往往取决于一个人的种种想法和行为。 佛教教教导人们修行的一切众生的相貌是由心所变现的。 如果一个人的恶念很多, 所思所想都是贪嗔吃慢, 那么他的相貌就不会好看。 相反, 如果一个人时时刻刻都是善念, 那么他的相貌就会显得端庄, 让人看起来清净和慈祥 善念也会感召吉祥 佛教还有一句话 一念善心起万般福报来 一念恶心生百万丈门开 这说明了相貌是心变现的 而每个人的心都是独一无二的 即使相貌有些相似 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因为每个人的心都是独特的 因此相随心转 一个人的相貌和命运 也会随着心态的改变而改变 关于人投胎时相貌向父母的现象 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观点 在传统文化中 有说法认为 孩子在投胎时会选择自己喜欢的父母 因此相貌会倾向于向父母中的某一方 这种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女孩会像父亲 而大多数男孩会像母亲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他们的五官和外貌 会受到外界环境和内心世界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六根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接触外面的六层境界 色 声 香 味 触 法 所思所想会对相貌产生变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 人心不同 各如其面 每个人的相貌都是独一无二的 反映了他们内心的世界和经历 成年后 人们的心中会有善恶是非的观念 这些观念和心态也会反映在相貌上 一个人的相貌会随着内心的变化而变化 例如 如果一个人经常休息慈悲心 思考如何帮助他人 那么他的相貌可能会变得更加温和和亲切 如果一个人经常有邪思邪念 那么他的相貌可能会变得严肃或不悦 一个人的相貌在三十五岁以后 会更多的取决于自己的心态 因此保持良好的心态 培养善良和慈悲的心 对于保持良好的相貌和吸引正面的能量 是非常重要的 行善积德 对于改变命运具有深远的影响 古人之所以强调基因德 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个人的善行 不仅会给自己带来好处 还会影响后代 我们现在的境遇 与祖上的德行积累有着密切的联系 积德分为阳德和阴德两种 阳德是指公开做善事 让人都知道你在行善 比如做一些善事 然后通过广告或宣传来让更多人知道 阳德可以带来名誉和利益 但如果自己的德行与所获得的名誉不匹配 即德不匹配 这种阳德反而可能带来灾难 阳德则是指悄悄做善事 只有自己知道 甚至家人都不知道 这种行为被称为不住相 老子称之为善德 有阴德的人 必有阳报 即他们的善行会在后世子孙身上得到回报 阴德所产生结果不是在自己身上 而是在后世子孙身上 因此 如果想让后代繁荣昌盛 就应该多做别人看不见的好事 那么如何积累阴德并得到神明的护用呢 如果接下来的话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 在评论区留下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道教认为的最积累阴德的十件事 一解杀生 上天有好生之德 道教注重今生的修行 他要求每一位修行之人 要有人爱慈悲之心 修道者通过各种修行方式 以求达到长生久世的目标 世间万物都有灵性 杀生不但违背自然道德 同时也有损福报 第二孝顺父母 道教强调孝道文化 认为孝顺父母是人间最大的善 道教认为 积德行善是成为神仙的重要途径 而孝道则是行善之本 欲学先道之长生 必先修人道之孝行 人道未了先道难全 因此孝顺父母 自然是一种积累因德的行为 第三届妄语 道族太上老君告诉我们 不是亲儿所闻 亲眼所见的事情 就不能向别人说 说了就是妄语 妄语不但会使修行之路产生阻碍 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戒除妄语也是一种积累应得的方式 第四届偷盗 在物语横流的社会里 许多人逐渐迷失在金钱的信仰中 有时更是会做出偷盗等触犯法律的行为 道教虽然有财神信仰 但反对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取的不义之财 因此偷盗也是一种有损福报的行为 第五届邪淫 道教推崇清静无为 觉得邪淫乃是一种修行的阻碍 在道教典籍 《观圣帝君借淫经》的开篇 便写着 银乃万恶之首 小则为百姓之先 崇阳祖师在历教之初时 就规定凡人修道 先要依着十二个字 几段酒 色 财 气 攀缘 爱念 忧 愁 思 虑 全真教绝的 世俗的七情六欲乃是修行路上的障碍 唯有除掉它们 才能证到成真 得真实戒 且还有规定 第四戒是不得淫血 宝真会 慢灵器 当手真操 事无缺乏 道教劝善书 太上感应篇中言 见它色美其心思治 当我们心中芒生出那种邪恶的念头时 应当解除 不可让其扰乱心神 第六 昆虫草木由不可伤 道教崇尚仙道贵生 其认为世间万物皆具灵性 道生一 以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道教所追寻的道乃是万物的本源 同时道又存在于万物之中 道教一书有言 一切寒食 乃至出生果木之使者 皆有道性也 宇宙万物与人类是平等的 所以在对待自然界的弱小生命时 应当保持一颗慈悲之心 不可去伤害他们 七元人于险境 修道之人若想达成长生九世的目的 首要之事便是积累应得 而元人之危便是其中之一 倘若见到有人陷于危险 像是落水 湿火之类的 我们出手援助 此乃一种积累应得的举动 乱世时道是下山救世 圣世时道是归隐深山 道教既注重出世修行 又倡导入师度人 当国家或世人面临危难之际 道士们决然选择下山救国救民 更为积极地投身到救王图存的行动当中去 这一是仙道贵生 无良不仁思想的一种体现 八炼心性 涵盖了修心与炼心这两个方面 有人讲修道即为修心 心是用于思考的 由心而发的念头 无形无相 有善有恶 将恶念去除 仅留存善念就是修心 久正几化人 为人首先要匡正自身的举止 以身作则 如此才能够去劝化他人 存善心 行好事 道教对于修心之人 有着众多的清规戒律 要求他们持戒修行 弃恶扬善 修炼三宝 在度化他人以前 首先要端正自己 如果自己的品行都存在问题 又如何去度化他人呢 太上感应天离提及的 毁人成功 为人自安 简人自义 以恶意好 以思飞功 窃人之能 弃人之善等行为 都需摒弃 如此方能去帮助他人 十行三善 太上感音篇 有言 一日有三善 三年天必降之负 一日有三恶 三年天必降之祸 人积善是善行 积恶则是恶行 一日有三恶 三年天必降之祸 不妨见行之 一天之内要做三件善事 那么三年之内 必定会有天降福报 三善急于善 施善行善 积累因德 并非是那些轰轰烈烈的事情 生活中一个善意的眼神 一句暖心的话语 随手捡起垃圾 这些均是积累应得的行为